那連德國以前那麼親中的 現在關於軍艦的一些什麼什麼關鍵引擎 我現在也不給你中國了 所以未來中國會不會像這個現在的俄羅斯 一樣他的軍工產業會受到非常大的挑戰 其實這次烏二的戰爭 其實全世界都在觀察 我之前就講過說 其實中國眼睜睜也在看到說 你烏二戰爭之後 給我什麼樣的啟示 對不對 當然你看你今天你用的都就 那個俄國系統的那個武器 蘇聯系統留下來的武器 那你打了之後 戰場的實際印證之後 那美國的武器這個毋庸置疑 美國打這幾十年來打了幾場戰爭 而且那種精準打擊那種武器 他們是說到做到 對 那你俄羅斯之前 打的都是一些小國家 車臣敘利亞或者中東 那種局部性戰爭 阿富汗那種國家 說實在地形跟地貌 跟其他地區又完全不一樣 所以你看他們的武器系統 這一次真的大規模丟到烏克蘭之後 才會發現說 原來你是華而不實 對不對 所以人家就在講了 那其實以前美國都是超煩 超心超太多 對不對 他都心心心 煩惱在那裡 他說那個什麼 俄羅斯的武器多好又多好 他說中共的武器又多良 精良又多精良 二跌的武器 都這樣的話 中國會好到哪裡去 那不用想那麼多 對不對 所以這一次你看 這一次的戰爭 其實包括哲倫斯基個人表現 有沒有 我們剛剛講到說 他連安理會 各國的那個議會 他都去演講 對不對 對 這種遠攻 遠交進攻的話 你會發現 哲倫斯基表現的完全 完全是讓人家 折服的一種勇氣 對不對 那這個是讓臺灣 可以做一個借鏡 臺灣同樣是受欺負了 受欺凌的一個國家 那我們現在如果這樣 如果真的哪一天發生同樣的事情的話 那臺灣的遠交進攻要怎麼做 臺灣有沒有學起來 好啦 那我就也讓人家知道說 真的不要再對那種極權主義政權國家 有產生幻想 真的 你就是這樣嘛 對不對 你現在還在說中國 多好 現在當然有人相信 那你看 連美國他們都很緊張 對不對 對 今天剛才又齊一砍到說 美國國家安全合作署 他今天就後續的這個拜登上臺之後 第三次軍售臺灣 這次價值九千五百萬美金的軍售 那這次的軍售是主要是什麼 是在我們的防空系統上面 愛國者防空系統上面 他現在有設備 就包括後群的培訓規劃 部署維護 還有派請專業人士來臺灣這邊 協助你設置這個什麼 安全炮陣地 飛彈陣地 對不對 那我們講過說 其實之前 大家就很恐懼 而且很多謠言滿天飛 他就講說 中國大陸兩千多枚導彈 對著臺灣 對不對 他如果打一波的話 你臺灣不就打 臺灣倒整個城下去了 有沒有 要說得有的 萬家一大堆 我就跟你講說 我現在把整個狀況 實際狀況告訴大家 你說有沒有可能臺灣會倒下去 現在臺灣總共有十一個空軍基地 有六個軍港 二十五個陸軍基地 跟二十個雷達戰 還有總指揮 總統府 包括總統在那邊指揮中心樞紐 總共有五個 那依照臺灣目前的防空飛彈數量的話 平均每一個地方的話 大概有七點四六枚的防空飛彈保護 那你會覺得七點四六枚好像很少對不對 對啊 所以我們再加緊努力再買啊 一直買啊一直買啊對不對 我們包括現在很多啊 我們現在雄二雄三的年產量 有沒有 已經高達一百三十一枚 包括天空三型 我們的年產量也九十六枚 我們年產量加緊趕工 加上美國愛國者飛彈一直買對不對 我們當然要當然出 我們現在是密度 防空飛彈密度 全世界第二 僅至於以色列對不對 那沒多久搞不好 明年後年之後 我們就趕過去那個以色列 那我就講說 剛才人家講說萬彈齊飛 中國大陸一定丟過來 你臺灣就被癱瘓了 怎麼樣 我跟你說不可能 你說萬彈齊飛有那麼容易嗎 你要把所有的飛彈 全部釘在架上 一口氣全部丟出來 我跟你講一丟出來 你連那個軌道自己就燒龍 我沒在騙 對不對 我就跟你講說 你第一波 而且中國飛彈又不準 又不是第一次了 你現在第一波對臺攻勢的話 現在一般大陸的那個中短層飛彈的話 大概他的那個炸彈量 大概是五百公斤到一千五百公斤 聽起來很恐怖 五百公斤在 我跟你講 打下去就一個大坑 就幾十公尺的大坑就這樣 你以為說打下去天翻地覆 那不可能 而且我跟你講 他第一輪的話 大概五百枚發射 頂多啦 最多五百枚 第二輪三百五十枚 那你一次遞減 你這樣算一算可以打幾輪 對不對 而且我再舉個例子 我們今天如果一條飛機跑道 對不對 我們包括高速公路有很多的戰備道 醫療飛機跑道長三千七百公尺 寬六十公尺的飛機跑道 你大概要至少六枚導彈 有沒有 你才可以把這個跑道給截斷 對不對 而且更何況 我們現在的F16V換向兩千 那跑道飛機 起飛跑道只要三百到六百公尺 所以你打 除非你要打成這樣一段一段 跟切香腸一樣 否則的話 你彈何容易 對 而且你說六枚的話 你還要精準 誤差在五十公尺以內 那依照中國大陸現在 他們的誤差 大概都三百公尺以上的話 你覺得說六枚有可能嗎 對我就跟你講說 不要想太多 這個武力的犯台 沒有那麼容易啊 像我們今天 那個軍文社就發布一個新聞 他就告訴你說 我們的陸戰隊六六旅 北臺灣固守 北臺灣的六六旅 對不對 南部叫九九旅 北臺灣叫六六旅 他是在三軍聯訓基地裡面 執行一種實兵實彈演練 你只看著那個炮火 你看我們剛才看到天空 有一條很亮的一條軌跡 有沒有 那就是最近在烏克蘭 很有名的標槍飛彈 那就是標槍飛彈 為什麼 我們臺灣也有啊 對不對 而且我們現在採購了 包括明年後 後年陸續要來四百枚標槍 四百組標槍飛彈 四百組標槍飛彈 那個標槍飛彈說什麼 為什麼標槍飛彈會這麼厲害 你知道嗎 那個你看到剛才那個軌跡 是突然間拋物線向上 對不對 再往下這樣墜落 因為他們那個叫做頭部 頂部攻擊 因為一臺戰車的話 他有防護裝甲 他可以加裝防護裝甲 所以你用正面打他的話 不一定打得穿 他不一定會怕 所以他們現在幹什麼 他們那個標槍飛彈 就是打到天上之後 是從頂部戰車頭頂 激發下去 那個命中率高達百分之九十幾 對 所以就跟你講說 你看他們今天就發射這個標槍飛彈 就告訴你說 我們有啊 而且那個什麼有效射程 兩千五百公尺 最高的射程的話 到四千七百 就四點七公里 所以就跟你講說 我們標槍飛彈 這種頂部攻擊 臺灣也在射 而且聽說我們都精準擊中 因為我們都用美規武器 那個熱導箱魚 我們已經用到很熟悉啦 對不對 你看 連烏克蘭那種以前都練俄文的 他都可以用那個美規的武器 都可以這麼精準上手了 那你臺灣人從小玩到大 你不會玩 對不對 所以就跟你講說 你看這一次就是告訴你說 我們有這種精準導彈 有那個標槍飛彈 我們也有啊 為什麼這次要故意拿個標槍飛彈 就是讓你老百姓安心嘛 對不對 標槍我們也有 而且還要四百周 對 他只有唯一的一個缺點 略略講缺點 他是要兩個人操作 而且他的重量是二十二點三公斤 所以他要坐著發射 可是你會覺得這種飛彈打出去的話 那個後焰區域有沒有 會不會把那個軍人灼傷 沒有 這就是標槍飛彈厲害的地方 他是處於說兩段四發射 有沒有 他第一個是軟發射 飛出去一段距離之後 他點燃第二次的火 之後他整個標槍飛彈 才衝出去 所以你看後軍人在打的時候 根本就跟打電動一樣 在熱血象儀 看一看之後就瞄好了 一發射說他就噓 噓 這樣出去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你看我們這一次告訴你說 我們也有是安國人的心 不用怕 標槍飛彈也有 而且這一次的作戰演訓裡面 其實我們看得出來 真的是地面部隊跟我們的敵軍陣地盡情攻擊 就是你今天中國大陸的軍隊想要攤頭登陸的話 甚至於你今天要用空降的部隊的話 我們都有辦法可以阻止 為什麼 今天的演訓內容 第一個就是F16投放那種熱焰彈 有沒有 熱焰彈是幹嘛 是干擾你的紅外線導彈 我現在丟下去的話 這燙那個燙那個燙對不對 你根本不知道目標在哪裡 所以你的紅外線導彈會引開來 你知道嗎 我們常常看電影 不是那個飛機飛到一半之後 他那個機翼灑出一堆那個火花 有沒有 那個就叫熱焰彈 讓你追不到我的飛機主體 接下來之後就是黑鷹直升機 有沒有 他發射火箭彈 那就是對敵軍陣地密集攻擊 那個火箭彈打下去 那個畫面你看 都是濃煙的 噴噴噴噴 好那接下來這個就是什麼 M109A2的那個自首炮有沒有 還有120破炮 再加上我們看到現在黑鷹直升機 有沒有 攻擊 那你接下來對實施壓制射擊 對不對 那地面部隊最後就開始出來了 剛剛我們看到那個戰車M60A3 有沒有 還有那個坦克跟AAV7的 那個突擊兩棲作戰突擊車 突擊車有沒有 看到這個畫面有沒有 就開始出來 再加上我們的炮兵部隊的話 你今天敵陣地 如果在灘頭搶 搶灘的話 你不就全部被打沉在那個灘頭嗎 對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今天展示這個東西 真的我們看了之後 你應該對國軍要更有信心才對